这是一个200亿美金养出来的白眼 这是一场被16个国家反对的战争 这是一段不被写进课本的历史 上世纪70年代 驻扎在四川的部队 来了一位高干子弟赵萌生 他凭借自己母亲神通广大的关系 把他调到基层连队担任指导员 三个月后调回师部 去基层只是走一个过场 直线走不成 只能搞曲线运动 就这样 自小养尊处优的赵萌生 开始了这段影响他一生的军队生活 而这边 连长对这位新来的指导员极为重视 为此 不惜推迟了刚刚审批下来的探亲家 一路拎包倒水极为热情 可赵萌生却表现得有些冷淡 来到住处第一时间就是洗脸 满屋子的造香味 吸引了耿直莽撞的静态来 这位泡兵排长是个自来鼠 一见面就调侃起赵萌生 还故意露出自己优秀射手的红背心 静开来军事素质过硬 带兵也极为严格 按理说早就该升负连长了 可就是因为性格直爽 又总爱挑上级的刺 结果一直在排长的位置停滞不前 赵萌生掏出软中华社交 三个男人边抽烟边寒暄 随后 连长通知全联集合 向大家介绍了新来的指导员 赵指导员 原是军政治部的摄影盖士 他文化高 有水平 大家不要有什么误解 赵指导员急不是到我们这儿代之锻炼 更不是来体验生活 是组织上正式认命 他为我们九连的指导员 而旁边的赵萌生听到后 却面露尴尬 他深知自己为何会来此处 同志们 我水平不高 也没有什么经验 我 我愿意和大家一起 把工作做好 这个 讲完了 第二天一早 战士们开始负重越野拉链 这让赵萌生分分钟想回家了 筋疲力尽的赵萌生 才刚刚走到半山12 装备就跑到警卫员身上 身体被小孩搀扶着 却还是掉了队 折返的士兵们很是兴起 这位指导员的体能不太行啊 静开来看到后 在一旁指桑骂怀的说 接下来的日子里 赵萌生度日如年 即便有警卫员给他洗衣服 贴心的连牙膏都帮他挤好 他也一心只想回城市里去 这天 赵萌生收到母亲的来信 得知因为某些客观因素 短时间内无法把他调走 还得在连队上待上半年 赵萌生读完信 整个人都摊在了椅子上 还有半年 这可怎么熬得下去啊 赵萌生的所作所为 引起了静开来的不满 这谁的衣服啊 指导员的 我说他自己不会洗啊 连长坐在生活上 要多关心他一点 送去 这不是幼儿园 静开来对此愤愤不平 他主动替连长买好车票 催他启程 并把自己的皮鞋 拿出地给连长 可就在这时 战争爆发了 九连接到开赴前线的命令 连长也失去了探亲的机会 偏偏此时 赵萌生就接到回城的调令 他向连长请求放自己离开 而平日里默默隐忍的连长 愤怒起身 你是拿我们九连一百多号人 开玩笑 我 实在是对不起同志们 三喜同志 咱们相处 也三个多月了 尽管我们之间 有矛盾 可是我看准了 你们都是些好同志 你 你就放我走吧 谁是好同志 你滚 滚 现在你就给我滚蛋 奶奶的 这是青年下放的时候 你们趴下乡 都涌到部队里头来 现在感到吃苦了 又削尖了脑袋 要回大城市 你可以拿着盖着 红印章的调令 你给我滚 我可以想求组织上 再给我派一位指导员来 养兵前日 用兵一时 中国是我的 可也是你的 你不会不知道 你身上穿的是军装 现在 在你面前 就处在一道坎上 前进一步还好说 后退一步 你是个啥 有的是词 严厉的呵斥了赵萌生 临阵脱逃的可耻行为 连长说完 就拿起背包离开 赵萌生独自在宿舍里 沉默了很久 外面的战事议论纷纷 别看咱段隐国不咋的 报效祖国 咱也愿留点血 可耻逃兵者不可当也 赵萌生又岂是没有羞耻心的人 怎愿做那个临阵脱逃脑肿呢 他脸色发白的站在全军面前 脸上透露着一丝凶狠与决绝 我也是个军人 我 我也有人的尊严 从现在起 谁 要是再敢说我赵萌生 贪生怕死 我跟他 跟他刺刀剑红 是英雄是狗 咱们战场的天 部队临行前 一直因种种原因 没有当上副连长的靖开来 被提拔为副连长 本是个好消息 靖开来却未见半分喜色 他神情复杂 抿了名嘴唇 进了个军礼 战前受风 他如何不懂 这次怕是有去无回了 全军戒备 战斗机坦克出动 刮起阵阵黄烟 战事一触即发 赵萌生置身前线 他的母亲十分焦急 一个电话打进前线指挥所 赵萌生所在这支军队的军长 是他当年浴血背出战场的 还跨过层层阻碍 打进前线指挥所军长手中 军长听着听着就冷了脸色 当晚 全军将士听到了一场 特别的战前动员 有那么一位 神通广大的贵妇人 了不起啊 很了不起哦 她竟有本事从千里之外 把电话要到我的前沿指挥所 我想同志们都会知道的啊 在这种关键时刻 我的电话分分秒秒 千奇难买呀 她来电话干什么呀 让我关照她的儿子 要我把她的儿子调回后方 把我的指挥所当作交易所了 她奶奶的走后门竟走到 我流血牺牲的战场上 我不管她是天老爷的夫人 还是地老爷的太太 谁敢把后门走到战场上 我偏要她的儿子 第一个扛着炸药包 去炸药包 边境线上火光冲天 把夜晚照得宛如白昼 所有人匍匐着等机会冲死 枪名弹影之下 他们甚至没有钢窥 防弹衣 雨林行军并不轻松 清理路障 只能用砍刀生生砍掉 为了减轻负重 只能扔掉大锅 缓解自身压力 可最大的威胁还是敌人的炮火 战友的尸体就倒在自己的脚边 看一眼都来不及 只能冲锋线振奋勇杀敌 当他们冲进敌人的腹底 刺痛众人眼球的 却是袋子上的中国汉子 在当时吃不饱饭的年代 中国对越南资助的物资 不下二百亿 没想到换来的却是枪炮 是无数解放军的鲜血 由于战斗补给供应不足 水壶里倒不出一滴水 众人嘴唇浮起一层白皮 眼看就要全军覆没 山脚下的甘蔗地 却动都没动 赵萌生二话不说 扛起枪就要去砍甘蔗 可一旁的靖开来拉住了他 结果甘蔗如愿地带了回来 但却是靖开来 最后一次执行任务 他不幸踩到了 敌人埋设的地雷 壮烈牺牲了 战士们咀嚼着靖开来 用命换回来的甘蔗 仿佛在撕咬着敌人的血肉 补充战斗力 厮杀也迅速展开了 就在胜利即将到来之际 突然有残余的敌军 打出了暗枪 千军一发之际 连长踹开了赵萌生 自己却身中竖枪 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赵萌生悲愤交加 奋不顾身地冲了上去 将敌人全部消灭的龙石 自己也是遍体鳞伤 经过战火的洗礼 他终于成长为一名真正的战士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我方军队直逼越南首都 占领而不侵略 退军途中 我方将是将当年援助越南建设的 公路 工厂 武器 食品等 带走或销毁 致使越南经济崩溃 此后开启了中越长达十年的对峙 赵萌生和战友们受到了表彰 牺牲的烈士也得到了追认 但近开来却没有任何荣誉 理由是他违反了上级规定 在战场上砍杆着 举办大会的时候 大部分士兵家属 都代替死难者接受了勋章 唯有近开来的妻儿坐在最末 他们什么都没有得到 赵萌生哭着将自己身上的 一等功勋章取了下来 不 他无功 不能受伤 大嫂啊 开来他 确实是英雄啊 他一个人就炸毁了敌人的两个调宝 是他带领着我们 打推了敌人三次反扑 最后 在无名高地上 他 他是为了我们把活儿去砍干着 我清楚 开来他 救了我们九连啊 不久后 赵萌生的母亲放心不下儿子 千里迢迢赶到军营 想让军长签字放儿子回城市 见面后 还对军长上次拿儿子开涮 极为不满 就在这时 赵萌生捧着一枚烈士勋章进屋 交给了军长 如果不是牺牲 谁也不知道 一个寂寂无名的小战士 竟然是军长的儿子 连长家属即将启程回家 吹事办案最高规格 做了满满一桌子菜 军长与梁妈妈握手 以表慰问 速来不喝酒的梁妈妈 举起了酒杯 这是他第二回喝酒 第一次是他的大儿子 当年抗日壮烈牺牲了 随后 梁妈妈拿出了全部的 阵亡抚恤金550元 加上卖猪的钱 凑起来 正好还上儿子的欠款 赵萌生和战友们都十分震撼 连忙流着泪阻止着 纷纷说 这个钱我们负责还上 可老太太却不肯答应 他们牢记三喜生前的嘱咐 人穷之不穷 在烈士坟前祭拜过后 他们即将踏上归途 高山下 一簇簇的花环随风摇曳 仿佛在赞美烈士们的英勇壮举 赵萌生带着战友送别 看着逐渐远去的车辆 年迈的军长挺直身板 含泪至以最崇高的军力 这是有史以来 拍的最好的一部国产战争片 也是国人都应该观看的电影 片中出现的就是真实的战争场面 战士们都很年轻 不上战场 他们可以嬉戏打闹完排到深夜 可一旦上了战场穿上军装 他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富裕的使命 我们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 每一位英雄烈士都值得怀念 值得我们尊敬 我们将永远铭记